电梯内严姓少女跟着张姓导游背着大大登山包准备出发登山 地点则是在台中这一幕被警方认定人的确是张姓领队带走的 离奇的事事隔近两周警方在天峡沿海领导口附近的超常找到张姓领队的下落 他正拿着手机向店员买WiFi卡 但当时张姓领队的身边已经看不到严姓少女的身影 从上个月27号警方接获少女失踪的报案后 才得知少女已经失联近两周的时间 警方大规模进入齐来山寻人 经过12天的搜索 先是找到张姓导游停在登山口的车 持续在现场等候 终于在9号下午1点多找到这名张姓导游 许位塔少女在哪 领队的说辞反复让警方觉得非常可疑 独留未成年少女在山区 自己却下山买粮食 警方觉得事情不单纯 马上又在山区登山道发现两人驻扎的帐篷 虽然不见少女的下落 但却在帐篷内发现少女的衣物 衣服就和搭电梯时穿的一模一样 就是在沿海林到这边扎营 然后去附近的山登山 那下山之后就坐公车回到天翔地区 然后我们是在天翔地区看到她 从两人驻扎的帐篷位置来看 他们从天翔沿海林到登山口 进入山区准备到江口山 步行约一到两天的路程 警方将扩大搜索范围 持续找寻少女下落 张姓的这个领队 在两年前曾经因为冒名 去办理这个山路登记 违法入山 张姓领队言行怪异 早在两年前就因为疑似诱拐少女上山 遭逮捕 只是当时还是男儿生 现在又以女生的装扮犯案 家属焦急 女儿到底是生是死 解了为林宋湘林 华联报道